以前的我,总是认为恋爱只需付出了,相互只需真爱,就不会去伤害对方,可我总是在那些牢牢的庇护着那份执着的爱恋,实在我错了,不知道爱的观点,认为爱就那么简易,最后还是要明确爱得越深,就会伤得越痛。 在这个世上,每个人都想得到爱,幸福的爱,但是爱是什么呢?爱,一个牢牵人的一个字,演习为爱,格斗为言也为爱,仇恨也为一个爱,让人受尽了牢牵,不管是亲情的爱,还是友谊的爱,恋爱的爱,都是一种牢牵。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,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念念不忘的情绪经历,可相互找到幸福的人又有多少呢? 我也不破例,我已经把恋爱当成生命,可我最后还是输了,败给了这个现实的世界,或许只要你让我明确什么是爱,什么是痛,这种痛今天曾经麻木了我,弄得我在恋爱面前抬不开始来, 实在恋爱究竟也是照物主所发现的,它或许是我们身体上的天国,但它还是不可以躲避天主的布置,还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遵照恋爱的痛楚,还是恪守着事物双重信的定律,已是我在恋爱中碰到障碍,有时落伤感和痛楚,现在我的心去早已分明,慢慢的发现你是那么可悲,你偷偷的走进我的世界, 然被面着我偷走我的心,到最后我只要冷静着看着你的背影败别,你分开时偷也不回,走得云云彻底,云云洁净,你的分开让我明确了,本来我的恋爱那么软弱,那么经不住打击,我的爱总是经不起这点折腾,是我不服刚强,还是我云云脆弱,我看破了, 我瞧不起它,瞧不起那迪雷的热爱,带走了我的撕裂,留下的只是我甜蜜的回想,仰视虚烂的星空,可想着那根骨稳定的道理,不想让自己的眼泪流下,无所谓的执着,只要让自己的爱清毒了解,清毒光阴的流逝,这样的我想分开了,坚持了, 只由于现在自己爱得太深,伤得太深,爱加深了我对爱的了解,却得到了知觉,心疼的让我明确爱是那么无情,爱现在只是在我的脑中,又一次,无所谓的彷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